今天是5月10号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走势太让人失望了 收盘有超过3000多个票属于绿盘的 有70多个票属于跌停的 相比起外围市场 我们的A股差了很多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走势 盘中的大权重方向 房地产电力出现异动 是不是预示着指数继续进攻 以后资金开始转到低位的板块了 还有接下来我们的重心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想问一下大家 你今天赚钱了还是亏钱了 如果你是亏钱是大亏还是小亏 其实说真的 这种环境下想不亏钱是真的太难了 这也透露出中国股市的一个重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外围市场 你就明白了 大家看外围市场美股全线上涨 欧股全线上涨 我们隔壁也是全线上涨 包括港股是大涨了两个多点 可以说都在涨 尤其是港股的走势更强势 为什么港股会出现这么好的走势 走出了一个流失加速的行情 A股就走不起来了 再不要跟我说什么 经济不好 再不要跟我说什么 其他方面我告诉你中国股市这个位置不涨 其实跟我们内在的很多的规则有关系 对吧 港股前段时间下跌 我们也跟随下跌 但是这段时间港股走出了一个什么 流失加速的行情 但我们为什么走的那么差 没有港股那么好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我们的做空机制太完美了 大家看A股今天找盘开盘高开直接就被砸了 虽然说今天勉强收作红盘 这个原因是在于房地产 电力大金融护盘的动作下 如果没有这些大权重护盘的话 今天的A股又是一个大跌的状态 至少跌30个点 大家觉得 对不对 好 那回到这个盘面 大家看这里的话 早盘这一步跳水后 下午这里再出去拉升 整体来说全天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震荡的行情 盘中再创了一个板堂来的新高 指数没有问题 可以这么说 指数明显的属于一个流失的上升当中 但是很多人说赚了指数亏了钱 原因在于A股的持续性不好 大权重方向轮动 另外一个题材 容易合按钮 这也透露出了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我们的A股 现在想要持续上涨的话 是非常之困难的 总有一些人在上涨的过程中砸盘 那么砸盘是谁 毫无疑问 是一些融券资金 通过转融通 通过融券 通过量化高位砸盘 你要低位再买回来 他们再赚一个差价 做一个踢 可以说他们赚的蓬房崩 他们做的不亦乐乎 但是制约着我们A股的上涨 同样的也使我们散户 非常之难受 这么多钱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指数仍然存在着继续进攻的预期 还是属于一个强势的周期 没必要纠结 关键是板块要对 那板块怎么看呢 接下来我们要说重点 就今天的一些热点板块 一些人气板块做一个技术解冻 从市场反映来看 今天的A股涨得最好的是房地产 人造肉 还有这个电力 大豆等等这些方向 但是我觉得这些方向的话 持续性真的是不好 真的是很难说 当然全周板块的大金融电力房地产 这些今天是主力的一个主战场 那么是不是预示着资金开始转向 转到这些大权重低位的 银行不用我说 银行今天是创造了一个反共产的新高 前面跟大家说过 以牛市的思维去看它就对了 它趋势就是一个牛市 所以我们到强制称谓去做一个低息 做一个潜伏就好 没必要读解 关键是低位的证券 房地产包括电力这些方向 他什么出现资金明显的异度了 是不是资金开始进入这些场 这些位置 我们来看 证券其实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方向它就是一个底部 所以要低点我们就潜伏 我们低息不要管它 直接什么直接咬住就行了 直接躺平就行了 我们就等等到它快速的什么拉伸 等它黄标就行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好 那 证券出现明显的这个什么预期 房地产今天也涨了 那么房地产我在刚刚的视频道中 前面视频的跟大家讲过 房地产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涨 这位置上涨的话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它有利好加持下的超跌反弹 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是什么限制的 放开了对不对 所以房地产迎来了一个机会 迎来一个大反周反弹的机会 我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在操作上面大家抓住重点就行了 比如说前排的这些合金票 你看天地元 冰江 还有包括在宗交地产 招商手口 天保基建 这几个票涨停的 大家记得吧 前前几天房地产板块出现一波一动 表现最强的是谁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当时有几个板涨四五个板 对吧 那么这里这几个涨停的板 明显的是吧 可能又会有一次票拖延而出 成为新龙头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记住 要不你就有龙头 要不你就干脆找人气票 潜伏后的补涨反充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从房地产来看 它是底部放量了 所以我觉得短期会存在一些抽跌的机会 好 电力今天表现也不错 大家看今天电力的话涨了2.73 明显的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放量上涨 电力上涨的原因其实也简单 一个是它位置比较低 另外一个业绩是吧 比较好 现在电力的话 随着夏天到来 进入了一个旺季 我记得在以前跟大家讲过 每年一到夏天的话 电力都会出现一波炒作 所以你看今天电力明显的 属于一个放量上涨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在前几天跟大家讲电力的时候 讲过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谓的60天均价限这个位置 要什么 要重视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这里很容易出现大涨 很容易出现快速走高 那我们看它明显的也走出了一个流适的行情 当然整个电力方向的话位置还是比较低的 值得特别注意 今天再次新鞋涨停潮 有6个票是涨停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那我们回到盘面 今天前排的核心票主要集中在这一块 在看后排 看后排的话大家心里就懵了 接力比较多的是什么 科技类还有什么半导体还有什么 还有近期这几天强熟的医疗化学这一块 所以这些方向你去追高的话 很容易高位站岗 高位接盘 我记得在前期跟他讲过 讲什么呢还记得吧 我前期跟他讲过一个方向 我说这个方向的话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但是你不能再盲目的轻易的去追的 这个叫什么呢 科技 然后大家看 今天跌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是科技方向 它是属于反复操作 所以在操作上面你一定要注意 你比如说像半导体像华为这些 对吧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主线 要调整 要撒跌 那就是机会 但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总是这样子的 一掌我就追 一跌我就搁 它总是反着做 这种做法我就真的无语了 所以朋友们 你的节奏不对 赚钱是非常难的 你比如说今天 A股是吧 涨型的票非常少 你看涨型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就是电力了 绿色电力 你才七八个 其他都表现比较差 那你说这种环境下怎么做 说白了就是市场的热点 这个持续性非常之差 热点持续性非常差的情况下 你去做的话是非常难做的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他同样的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种行情下风险仍然很大 你看今天涨幅居前的或者涨型票 只有40多个票 但是你看一下后排 看后面的 后排大跌的票一大片 跌了20个点的有几个 跌了四几个点的一大片 还有跌了八九个点的 跌了五个点的也是一大片 综合来看今天的这个旁边 跌了钱票有70多个 会说非常值得无语 非常的差 在整个走势当中 大家要记住 近期我特别强调了 一定要避开这个方向 S星 不要再轻易的去接 不要再轻易的去什么去顶 只要你避开这个方向 哪怕大盘出现调整 你也没关系 后面大盘再来一个轮动 你有机会什么 有机会回本 但是你又是进入st 是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综合来看市场指数没问题 关键是 个股表现不好 板块表现不好 所以想要在这种黄金下 撞到钱的话 最好的策略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高抛低息 不管是权重里面的银行证券 包括这个中资头 包括这个房地产 还有今天强势的电力 都以相同的策略来看 因为他们很难出现持续性的上涨 至少目前是这样子的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